拔牙的危害 主要怕是我需要拔除的这个牙齿 周围的组织的损伤 比如周围有它的拧牙 我拔牙目的是拔掉无用的牙齿 但如果你损伤一个有用的牙齿 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拔完牙旁边 如果有比较有重要的神经的地方 如果你拔牙的创伤比较大 损伤到一些神经 会引起这个神经所支配的功能区域的一些功能障碍 还有拔完牙之后 如果出现出血、发炎、疼痛 这些常见的危害 但这些常见的危害 这些常见的疼痛、少量的出血、轻微的肿脏 都是可以随着伤口的逐渐愈合 或者反应逐渐缓解 达到还全治愈 但是如果损伤一些重要神经 可能会比较长时间的出现功能障碍 比如我们拔智慧牙 智慧牙下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神经 这个神经是控制嘴唇的感觉的 如果损伤到这个神经 会使到嘴唇麻木 但是不影响嘴唇的运动 主要是嘴唇的感觉 你会觉得嘴唇麻木、变厚 或者感觉这块又不是自己的感觉 感谢您的感觉